来源中国新闻网 俄乌冲突两周年之际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与其他几名西方领导人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特鲁多与乌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新的家务安全合作协议 其中承诺 加方在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于30亿家人的财政和军事支援 据加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消息 特鲁多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比利时首相德克罗在24日突访基辅 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特鲁多第三次访误 加方重申继续支持乌克兰 据加通社报道 加方承诺追加的30.2亿家元支援中 包括约3.2亿家元军费开支 以及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的24亿家元元乌贷款 此外 加方还将提供若干资金用于乌克兰的复苏和发展援助 如用于排雷 网络支持和情报支持等的7500万家元和平与安全援助 用于援建大饥荒种族灭绝博物馆等的1500万家元援助 用于心理健康服务 粮食系统建设等的最高3900万家元的发展援助 超过2200万家元的人道主义援助等 乌克兰裔的加拿大副总理兼财长弗里兰 以及加国防部长布莱尔随特鲁多访误 加政府表示 自2022年1月以来 加方承诺向乌克兰提供金融 发展 军事及移民等各项援助的价值 已累计于133亿家元 其中 军事援助约40亿家元 包括鲍尔主战坦克 装甲车 榴弹炮 及数十万发弹药 无人机 防空导弹等 此外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 加拿大已经接收了 逾22万乌克兰人 此前一天 加方还宣布 在与英国和美国协调下 对俄罗斯及支持俄方的 10名个人 和153个实体 进行制裁 自2022年2月以来 加方已累计对俄方 及支持俄方的 超过2400名个人 和实体 实施制裁 对俄方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